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最初源于日本一些杂志 征求户外裸照 后来逐渐发展出了一群 以死为乐的玩家 这些人专门在公众场所 裸露身体 并拍成照片上传到网络 这种行为像病毒一样 不仅蜂蜜欧美 还从香港 台湾传入内地 如今还成为了 日本AV中的一种类型 野外露出的大部分是女性 和一般自拍者不同 她们不追求拍出的颜值 只看是否落得过瘾 通常是真空上阵 只套一件长裙或大衣 常常是一言不合就掀裙子 拍摄地点不拼私密 只拼人气 商业街 天桥 写字楼 停车场 公园等地 都是能让她们兴奋的G点 如今这种行为 也演变成SM的一种调教方式 比如S发号施力 让M到某处拍摄暴露照片 M就会觉得很兴奋 暴露为什么能让她们兴奋 其实是因为紧张和恐惧 肾上腺素急剧上升 多巴胺加速分泌 产生了兴奋愉悦的错觉 心理学上称之为吊桥效应 就像一个人提心吊胆的过吊桥时 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 抬头发现一个异性 就容易把因恐惧引起的心跳加速 误以为是看见了命中注定的另一半而产生的 同样 野外露出党 就是把暴露时的刺激和羞耻感 都归为令人兴奋的性体验 从此裸上了瘾 但公共场所也不是想漏就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 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的 要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居留 所以一位无下线的调节操 最后只能等着警察叔叔 帮你们把衣服穿好了 近日 一条内容为 我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北京人这么喜欢逛宜加拉的微博 在网上热传 配图竟是一位女子 下身赤裸逛宜加的两张现场图 从照片来看 女子身着灰色连衣裙和浅色平底鞋 裙摆提质腰间 下半身一丝不挂 同时还推着一辆购物车 女子前方两三米处 还有四名顾客 但真未看向这里 从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分析 拍摄者当时就站在女子后方 且距离很近 因此有网友猜测 这是一场有策划的裸拍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